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3年12月7日 星期四 這一節和各位網友一起講講香港各大最新的網絡熱話 首先講講 有一件熱話說到 有個內地女子說香港人身體好 全靠住劏房 相關的貼文在網上都是小紅書封傳 說網友的意見都兩極 有網友罵他 說怎樣都好過你 怎樣的熱話和各位一起講講 另外也講講治安消息 據報爆涉案真的連連 最新去到哪個區有爆涉案和各位一起整理一下 另外也講講各大消息 據報載有老字號的餐廳宣布倒閉 是哪一間和各位一起了解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礦淨宇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 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老友基 事不宜遲先看看這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網媒新假期的報導 內地女子說香港人身體好 全靠住劏房 列出三大原因解釋 惹來港人的冷笑 就說用下腦吧 報導的內民提到了 香港租金昂貴 未等到上公屋之前 不少人都是租住劏房暫住的 近日又有新移民的母親是接受拍片訪問 指一家四口二月租6000元的價錢 租住劏房 影片上載過後 內地網民的重點 並非擺在受訪者身上 反而討論香港的劏房問題 有內地女子更加紫 難怪香港人身體越來越好地說 話說新移民的媽媽就說 以前一家人住在深圳 但由於不忍兩位小朋友每天跨境上學 因而一家四口來到香港租劏房住 他們鎖住的劏房 設有一個剛濕沒有分離的洗手間 用一對門來分隔客廳還有睡房 睡房裡面只放了一張大型的陸架床 基本上就只有生活上的基本設施 影片播出後 有內地女子立即嘲笑 就說因為那間屋世都不會呆呆地留在家裡 全部走出去街外面 從早上走到黑 亦都說香港的商場又涼爽到處走 三件事加起來 就會令身體好不容易老 內地女子的言論惹來熱烈討論 其他的內地網民就說 突然覺得有些道理 香港人住小的屋真是善殺旁人 亦都有人說 在內地真是沒可能做得到 相反 有香港人的網友看過討論過後 就紛紛冷笑表示 這群人永遠說話都不用腦 亦都說 香港人身體好 是因為食物安全好過你們 亦都有網友說 你們又有地溝油 又有超多防腐劑的魔護手 身體好得去哪裡 亦都有人說 在香港住劏房 怎麼都比你們住豆腐渣好的 亦都有網友說 不須過你就得 難道天天躺在家等人養 看些沒腦的抖音片嗎 以上來自網媒新假期的報道 看來辯論得挺激烈 挺有氣氛 內地女子留言嘲笑 說香港人身體好 因為住在劏房 結果惹來 香港人的網友反駁 結果兩邊辯論當中 成為了近日的熱話之一 大家又怎麼看 不妨留個言 聊聊天 另外亦都說說這宗消息 根據星島日報的報道 說著 則如蔥康兒花園住宅遭到爆竊 64歲的女戶主不見了30萬元的金色 還有珠寶 報道的內文提到 則如蔥發生爆竊案 今個星期三 12月6日下午5時多 一名64歲姓李的女子 發現她位於康城街的住所的窗被人叫開了 懷疑單位遭到爆竊 於是報警 警員接報到場 經初步點算過後 相信上指 有一共價值約磨30萬元的金色 還有珠寶 不知所蹤 經初步調查 案件列爆攝處理 暫時未有人被捕 據了解 現場位於康兒花園B座 失攝的金色和珠寶 是金粒 金條 金幣 還有兩隻專介 以上來自HK01的報道 各位網友近來越多家 就留意治安的情況 所好就門戶 尤其是近期越來越多的爆竊案 之前警方就在將軍澳的山野採取行動 看到一些記號 就估計不知道是否內地人 潛伏在後山 到晚上的時間就入屋爆竊 不知道 不過近期捉了多少人 都是內地的殘 各位網友多家小心 另外亦講講 有關有一間老字號的餐廳結業 根據HK01的報道 黃埔時薪漢寶包是倒閉的 被譽為港式漢寶的元祖 家族不和 舊店舖六年前落閘 結果兄弟分家 不過都是告結業收場 報導的內文看到了 紅磚老字號港式漢寶包店時薪漢寶包 在昨天12月6日社交網站宣布 因為租約期滿 已經在這個星期日 即是12月3日 都倒閉了 並指我們期待 未來再見 話說時薪漢寶包前身是日立 紅磡多年的時薪 快餐店 由中冠球創辦 被譽為港式漢寶包店的元祖 但因為家族糾紛 和區域重建 在2017年8月 就拉雜停業 不少食客感到非常惋惜 而指中期圖 第二年就在黃暴天地重開新鋪 改名叫時薪漢寶包 並標榜正宗二哥中期圖主理 並和舊店的大廚合作 繼承父親的心血 那間店昨晚在Facebook專頁發貼文 就說 現因租約期滿 本店最後的營業時間 是2023年12月3日 我們期待未來再見 不過告示又將12月3日 不小心寫錯了星期一 不過其後大仔中期青一家 又發出嚴正聲明 澄清暫無計劃重開 直指有人假冒他們的公司知名 在黃暴開店 並在同一年 在紅磡的舊鋪附近 以另一個名義開設了一間分店 將腦字號時薪快餐店一分為二 但相關那間的新店 亦都在2021年結業了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時薪漢寶相信各位網友 話多話少都聽過 甚至吃過 因為是港式漢堡包的元祖 不過其實在2017年 老店結業 然後最近 就說近年義子 就在紅磡、黃埔等等的地方 開心店 不過最終都難逃結業的命運 不過當中也牽涉了家族糾紛 看來大仔 就不滿意個二仔自己開店 另外也說過這宗法庭消息 根據HK01的報導 和女同事因為雪糕而積怨 小心下班前叫朋友來到陪他走 法刑助理涉及接反並斬傷一名道場 陪他下班的17歲少年 少年最後都死亡 發刑助理 否認謀殺受審 陪審團在昨天高等法院退庭商議 一致裁定被告謀殺罪不成立 而誤殺罪就成立 案件押後到下降星期一 12月11日判刑 被告張濱 31歲 被控在2019年7月6日 謀殺王志偉 被告否認謀殺罪 但承認誤殺罪 不獲控方接納 以上來自HK01的報導 案件早於2019年發生 當時這位17歲少年陪同女子下班 結果竟然遭遇殺身之禍 最終案件在昨天高等法院判決 誤殺罪成 我是困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 3 4 4 1 2 3 4